所以這個男女真的解讀大不同 對 我們製作單位很貼心 歸納了三個金句 就是明明同樣是一句話 但男女解讀竟然會大不同 是 來 三大金句 好 我們現在來看 明明是同一句話 男女解讀大不同 第一句話是什麼 我想隨時隨地看到你 浩如我們覺得 浩如覺得看到這句話是我們 我跟你講如果真的是 涉世衛生的小女孩 聽男生講這句話 應該會滿開心的 他因為會覺得男生很需要自己 可是像我們這種已經 老屁股 對 歷經常常 越人無數 老屁股 好 現在看到這個覺得很害怕 因為我以前曾經也是被這句話騙 那個男朋友跟我說 你早上起床就打給我 如果我可以的話 我就去接你上班 那好貼心 他說你要睡覺前 你就打一通電話給我 然後讓你 讓我的聲音陪伴你入睡 我要是你聽到 讓他找到時間進入你的夢裡面 對 進入夢 然後他就說 我一定要你睡前聽到的 最後的聲音是我 他說如果你跟我講一講 睡著了也沒關係 好噁心 他就是林一誠的那種大人歌 就是那個 偶像劇裡面的大人歌 隔天他遇到你會說 浩如今天很累 為什麼很累 因為你昨天在我的夢裡面 跑了一整天 對 就是這種 你就會覺得 So sweet 然後我每天真的就是起床了 就會打給他 想說他有空就會來接我上班這樣 就真的是久了之後 這個東西反而他變成時間管理大師 他來抓我的把柄 什麼意思 他就是抓我的 就是起床時間跟睡覺時間 好讓他自己可以去偷吃 他就是確定你回家了 確定你起來了 對 後來有被你刮到他偷吃 因為那時候是年輕人 我們都是跟爸媽住在一起 都還沒結婚 他就知道我最後一通電話打給他 我就真的要睡覺了 那我也跟我爸媽在一起 也沒地方去 所以他就知道我真的睡覺 我也不會再打給他了 他就 我跟他一掛電話他就出門了 然後早上呢 他都會在我打電話給他之前 他會回家 要不然就會先離開那個女生 因為我的時間他抓得很準 所以其實看到這句話 我真的覺得不安好心眼 沒什麼好感 正常來講啊 男生應該不會 要這麼盯著 盯著女生 男生大概都很自由的 大概抓大方向而已 不會這樣一分一秒 我為什麼會說後來被我抓到 是因為有一次我真的跟他掛完電話以後 又跟我爸跟我媽吃個東西 然後聊聊天 我真的比較晚睡 我就想說 我好像現在才要睡 我再打個電話給他 他就不接了 最後一通電話之後 他就不接了 我就想說 那他跟我說他在公司剪接 因為他也是 節目製作人員 然後我就買了一袋鹹酥機 我重新店自己開車 對 我自己開車 我還拿了一袋鹹酥機 自己開車到南港 結果我走到底下的時候 警衛貝貝直接跟我說 全公司都沒有人 他就說剪接室也沒有人 今天沒有人在 那後來呢 我就找不到他 後來你怎麼知道他是 其實後來我也一直都自己 都自己騙自己說 因為我後來有問他說 那一天你怎麼不在公司 他說因為你來的時候 公司好多人在加班的 一起出去吃宵夜了 所以後來其實我都一直沒有抓到 後來我真的是笨到 是別人看不下去告訴我的 是公司同事看不下去說 你真的都不知道 有抓扒子 對啊他常常我一睡覺 他就跑出去 他甚至大膽到 他都還在公司旁邊的停車場 就跟那個小三輕輕握握 趙哥 你覺得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就是想要控制對方 想要控制對方 然後說實在 那跟你講得很像 可是有個問題 不是每一個男人都是這樣說 會偷吃 會有什麼時間管理大事 不是 你可能沒有遇到 怎麼說 像我就會想要 隨時隨地看到對方 我是真的會 你是因為想保護對方 不是 真的有愛 真的有愛 對 然後就覺得對方一定 女生大部分都比較瘦弱 比較弱勢 甚至是聽到有些女生 會抱怨公司被欺負 還是怎麼樣 我們男生也會有側隱之心 所以就總覺得說 那沒關係 你幾點幹嘛 做些什麼事 你每天晚上幾點睡覺 這我都要知道 所以你在談戀愛 或是在追女孩子的時候 你都是這樣子 真的啊 密不透風 就是比較有戰有欲的那一種 對 我是屬於比較有戰有欲的 對 這也是一種愛的表情 可是相對的 我也是會付出的 我不是只管對方 然後自己不付出 你也會報備 當然 我都會給對方知道 對 她隨時都帶健康表 就是一跌倒 女生就會 就會 緊急聯絡人 那不是女生 有事嗎 那是帶自己去搞她 你那是女朋友還是看護 對啊 真的 就是要隨時學弟 讓女朋友看到這樣子 天人 你看這句話什麼意思 我真的覺得這就是 因為 我之前有交往過一個男朋友 然後他就是也是這樣 就是我在拍戲 在工作的時候 他都會說 我想看你 我想看你這樣子 然後就要我隨時隨地 就是拍一次拍照給他看 就是我要在鏡頭裡面 要穿戴整齊嗎 我不能拍一個 比如說我現在的景 或是工作人員什麼的 因為要你這個人 對 就我自己 然後他就說什麼 沒有啊 因為我想你 想看你這樣子 那太黏了 對 然後後來有一次就是我 沒有船 因為可能在忙我就沒有船 哇 直接發火 然後後來我就慢慢觀察 我就覺得不對勁 我覺得他這應該不是真的想看到我 我覺得這是控制欲 就是恐怖情人 然後結果到最後 真的我們分手的原因就是 就是把我整個人抓起來摔的那一種 那真的是太暴力了 我現在回想起來就是 恐怖情人 身邊的朋友 如果有男朋友 或是另外一半 講出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 那應該是恐怖情人 熱戀岐不算 可是你長那麼漂亮 還有人敢對你施暴 那這個人也是畜生 我也會 因為通常會這樣子的男生 也就比較沒有安全感 對 也會顯得比較專情 我不會 我不會對女生動手的 趙哥看起來就是鐵漢柔情 對 趙哥最疼女孩了 他是 趙哥其實 你看他那樣子兇巴巴 他內心是很柔軟 對 當然 你懂我 有沒有好一點 OK 好 來 第二條 我看 這是什麼 我前任都不會這樣 這講這個話什麼意思 好像 好像每個男人都講過類似的 這個男人喜歡對女人講 我前任怎麼樣 不是 你說這男人是不是有毛病 我才是講前任 蓋什麼 我才是講過類似的話 但你們聽我講 就會覺得我會怎麼講那句話 合情合理 吵架吵著吵著老婆就說 難怪 怪不得 誰 會跟你分手 你掉到線裡了 什麼東西叫做什麼 他在跟我分手 我跟你講 從頭到尾是因為他糾纏不清 他太吃醋 我跟妳講清楚 他至少不會像妳這樣 每天為了一些小事 我的天啊 完蛋了 你怎麼可以交入線境 然後你還要講說 至少你不會 他不會像妳這樣 什麼叫至少 你在比較你的老婆 跟你的前任嗎 趙哥 我講實話 這樣子不行嗎 而且還是四刊的前任 不 妳講實話沒有錯 但是妳比我還嚴重 我有像妳這樣子 但是我沒有像妳這麼嚴重 那妳是怎樣 但我也不是故意的 因為我這個人有一點潔癖 所以我在家裡面 比如吃完的東西 或者喝完的酒杯 我是希望趕快洗 那我這會 其實這不只講一次 講很多次 然後有的時候我會自己洗 那我就覺得很委屈 因為有的時候不是我吃的 也不是我喝的 你知道嗎 他帶朋友來 這麼一搞 最後我扛位是覺得 就會murmur 那麼有一次 真的是聚會結束以後 那我就跟我女朋友講 先把他洗起來吧 他不要了 他就坐在那邊看電視 裝沒聽到 我就不講話 好吧 你不洗 就我洗囉 就不要吵架 我也不知道哪裡來的這個 火氣上來 我就講一句說 我以前這種話 我只要跟人家講一次 人家都聽懂 我講了那麼多次 你都永遠都不聽 然後還要氣我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要這樣做 你講人家 對 可是這聽懂什麼 對方就把遙控器拿起來 摔在地上 站起來 流的淚 然後東西收一收 你是跟他在一起吧 就摔了大門就走了 Well 因為你講人家 我當然追啊 I lik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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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用 我求爺爺告奶奶 都追不回來了 都來不及了 但是那個 不是 那個可能是他的底線 我從來沒有去跟我老公講說 我從來沒有 我以前男朋友怎樣 你都怎樣 我從來沒有講我前男朋友 不行 我不會這樣講 這不行 這真的不行 這是一個尊重 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跟這個人 就是用心在交往 就不應該扯到 前面的事情 對 除非那你那麼喜歡他 你就去追他 沒錯 我覺得講出這句話 已經夠嚴重了 然後更何況 就是剛剛同樣一個 就是恐怖 恐怖男友 前男友 同樣那個人 那個人毛病很多 對他真的是很可怕 大魔王等級 然後那時候就是 反正我拍戲很累很累 每天就是 真的就是睡不飽 然後回到家 我基本上就是想要趕快洗洗睡 隔天還要很早去拍 然後那時候就比較少 性生活 對 然後他就說 一定的他就忙啊 他就很不爽 但我說真的 我覺得也沒有少到哪裡去啊 就是 還是有半 大概一個禮拜 正常有腳功課 然後後來有一天晚上 他就跟我 他就跟我生氣 直接發火那一種 然後我就說 你幹嘛那麼生氣 我說我又不是因為就是 就是 心裡面不想跟你幹嘛 我是因為我真的覺得很累 我是生理不行 後來反正就是 反正他就是跟我 真的真的爭到一半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我覺得是你的問題 他就說是我的問題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是我的問題 他就說 你是一天給三次啊 對 我好想那次他前女友 你都結婚了不是 你還找人家前女友幹嘛 來 來 次數不是重點 要講我也可以講 我前任怎麼樣 就是要不要講 我就是給你面子 然後我不想破壞 我跟你之間的感情 所以我不會講說 我前任怎麼樣怎麼樣 真的盡可能不要緊 而且他講這麼具體 說 某某任女友 一天給他三次 對 我就直接跟他講 就跟趙哥一樣 我就說 我就說 那你那麼喜歡他 那你去追回他 你有種你就追回他 你就追不回來 你去跟他搞三次啊 把你皮幹啊 然後 但是 總之我講完這個 我就說那你那麼喜歡 你就去追人家嘛 你追得到那你就去追 我說那你就不用跟我在一起了 然後我就睡了 就沒有理他 對啊 這種人必要理神經